楊靜敏 西隊友繞開這一球在三分外圍 拔贏了 士官長來了 打真的不容易 我都怕早來240的 真的有這種人嗎 阿米 再來一顆 士官長要接管佔局了 前右者這一球沒進 卡瑪士的進攻籃板來到了楊靜敏 手上三分球 第四節on fire 楊靜敏持續的堆高得分 每一場個人在台灣表現的最高得分 那接下來這個畫面就是看到 第四節的關鍵先生 敏哥 不只進攻端有表現 防守端判斷的操結 也是在下半場國王隊可以逆轉的關鍵 在決勝節個人包辦了8分 三分球是三頭兩中 楊靜敏也是目前 本土得分紀錄的寶石人 39分 跟阿吉來並列 這一次的4分打 讓全場鴉雀無聲 對我覺得慢慢的其實已經塑造出來 下一次國王再跟夢想家碰頭 敏哥跟Yankovic的對位 把大家可以持續的關注 續集 Fast League的球賽精采就在這邊 只有球星對決之外 每一場比賽都有看不完的話題 對當然職業聯賽 你絕對必須要去塑造出這種 傳統的對位的戲碼 過去我們看到對上勇士的時候 就是敏哥跟傑哥 沒錯 阿敏今天這場比賽攻下了34分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 這是一場艱難的比賽 你在場上也看到你跟隊友有很多的溝通 那作為球隊的大學長 你怎麼樣看待這場比賽 確實 因為我們上半場 其實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 也非常多的問題 那我覺得好事好在 我們沒有因為遇到一些問題 而大家就放棄 然後是不斷的互相去做更多的溝通 然後互相的去鼓勵 然後經過中場的大家調整之後 然後就利用團隊的力量 然後去把分數一分一分的拿回來 阿敏你今年球技打出了MVP等級的身手 但是在前一場比賽的布朗 跟這場比賽夢想家 其實也有很多風險 來跟你做輪流的對位 可以想像的是接下來的季後賽 甚至在比賽的應該說賽季的後段 你也會碰到非常多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怎麼樣看待在接下來 強度越來越高的防守 當然可能我要慢慢的去適應 然後可能打法上也要去做一些小改變 那當然不擔心啦 因為球隊並不是因為我一個人去贏球 而我們是靠每一個人去靠團隊去贏下每一場比賽 是接下來要挑戰的是七連勝 那這段時間球隊的狀況相當理想 你怎麼樣看待即將到來的季後賽 當然把剩下的比賽去做一個季後賽的模擬 那我覺得這不管是對我自己 然後對球隊整體來說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然後可以讓我們早一點提前進入到季後賽的感覺 風圍 好 謝謝阿敏 請繼續加油 謝謝 恭喜國防隊最近